张智琳Chillam现年51岁,一向有不老男神的美誉,但张智不用工作时经常不修蝙蝠,更常被同龄太太元宜出卖。 即早前于微博一张公开合照中,呼经见张智琳童言不在,戴上cap帽的张智琳眉毛与边发并均变斑白,外形苍老不少。 日前袁勇宜又在了一段与老公张智琳外游的短片,只见张智一脸须跟加上一头白发,与平日官子骨的形象相当大反差。 袁勇宜在抖音上在了一段影片并道,请张先生多练习拍我的技术,毕竟我把他拍帅。 影片中最初见到头戴草帽,身穿白色Polo续衬黑短裤,一身游客look的张智琳背影,下一秒则惊见他脸胡须,在阳光下白发变灰。 张智琳贯彻一向优作风,双手插带在街上闲逛,老婆则充当专业社诗,全程跟拍。 之后见到两人自拍,原来袁勇宜也样很放松,激进素颜出镜,但皮肤白,而且脸上没有细纹,状态相当好。 反而张智琳一头白发加虚,一向引以为傲的童颜顿时消失,而袁勇宜的容更面露胜利者的微笑。 除逛街外,他们还坐游出海,张智琳坐在书画上继续行爆插带且放空,于袁勇宜则海棠春睡大晒长腿,状态似乎比老还好。 不过张智琳近日已将白发变黑,昨日17日雨。 在27年前合作拍TV比经典剧集天地男儿的古天乐,一出席电影暗杀风暴词善手应理时已回复男神,表,他更笑颜,我本来头发都白晒,但既准备坐下,又无想样,所以就染翻黑低头发。 星岛头条APP经,推出最新版本,请立即更新,浏览更精彩内容。